这每天做节目啊 发现千七百块匪夷所思的事情还真是不少 接下来呢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 在广东 有一名女子为了逼迫其男友 居然在大街上吐光了自己的衣服 蜷缩在一块 有好些人想去帮助她 她还非常排斥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这名女子全身赤裸 她的衣服以及鞋子都放在一旁 不过长长的头发非常有技巧 又恰到好处的遮挡在自己的胸前 双手贴在耳边 似乎正在打电话 而女子的举动也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 有好心路人健壮 选择了报警求助 看着眼前这位女子 大家都显得束手无策 眼见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一名民警拿来了一床被子 尝试套到女子身上 不过女子对这个举动 却表现得非常抗拒 最后民警只好无奈地将被子 扔到女子的身上 据女子介绍 她是广西人 来这里是找男友的 可是一直找不到 打电话男友又不理她 于是呢 她就想用这种方式逼男友现身 经过民警的劝说 女子终于套着被子 在一旁穿起裤子和鞋 然后由民警送她去车站 坐车回家 你看 blind acad